那么除了要关注到明星的一些这个歌唱啊演艺事业之外呢 一些花边新闻大家也都会非常的关注 比如说呢离婚风波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了 董洁和潘岳明这对夫妻也似乎已经是渐渐走出了感情的阴霾 迎接自己的新生活 那近日呢董洁也是空降上海出席活动 大方坦言自己仍然相信爱 而前夫潘岳明呢则现身某亲子节目 因为思念儿子再一次飙累了 一袭白色裙装全程面当微笑的董洁和之前一个月面容憔悴 身形暴瘦的他叛若两人 相比于离婚时的三间其口 此次董洁来到上海似乎真的成长了许多 在经历了与潘岳明的离婚风波后 董洁似乎一直状态不佳 此前他以志愿者的身份低调参与了好友陈坤行走的力量活动 似乎是想给自己放一个假 离婚风波过去半年多 董洁看起来似乎已经逐渐地走出阴霾 面对记者赤裸裸的提问 董洁也毫不掩饰大方敢言自己仍旧相信爱情 相比于董洁淡定的期待爱情 潘岳明就没有那么容易放下了 参加某亲子节目时潘岳明多次落泪 恐怕是触景深情地想起了儿子顶顶 让潘岳明情难自已的小男孩易子齐 跟顶顶一样生活在单亲家庭 小子齐对爸爸这个字眼相当的敏感 这难免让潘岳明想起顶顶眼下的境遇 近日有消息称潘岳明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没见到顶顶了 真正他内心这一个括号里面是空的 所以当别人提起这块的时候 你看他站在那里面的哭 那不是任何东西可以能够让他出来 我觉得可能他们家的情况可能会比较特殊 因为你注意到妈妈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怕他爸爸把他带走 所以可能他妈妈会不太希望孩子的爸爸在这海里见面 何炯的担心让潘岳明再次有感而发 他现场的一番告白更像世家队鼎鼎隔空喊话 新闻再现 综合报道 Zap 关上 蕴 音 打